我发现我的女朋友好像什么也不做 灯坏了让我去修 马桶堵了让我去通 饿了让我去做饭 逼脏了让我去拖 下班了让我去接她 每次看她都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我感觉真的太累了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家里发生了一些怪事 我每次冲马桶都会盖上盖 但是再回来的时候 她居然又打开了 回家乱脱的拖鞋 出门的时候居然在柜子里 沙发上的衣服 自己跑回了衣柜 脏衣楼里的袜子 自己吊上了衣架 于是我打算偷偷观察一下 哦 原来有很多事情 她一直默默地在做 也从不找我邀功 就像是她理所应当的一样 于是我也学着像她那样做 干嘛呢 啊 叠衣服 这叠的也太丑了 谁教你这种叠衣服的 那怎么叠 哎呀 我来叠 我来叠 你出去 我去干嘛 去做饭呀 我就饿了 啊 好呀 好呀 我才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不要计较做了多少 做好自己擅长的部分 就好了 我去做好自己擅长的部分 我去做好自己擅长的部分